讨论一下388的港交数 其实那个道理真的差不多 就是你讲388特别讲的虽然是一只股份 但问题是388你涉及的因素 价值股受惠也好,科技股受惠也好,它都一样会受惠 只要你讲股整个气氛好一点的情况下 那港交数的比例不会太过差 所以同样地从分析恒指的走势一样 当恒指有机会讲初步见底的时候 那港交数都有机会初步见底 但你又不要觉得说一旦再穿之前的底 又好像世界末日那样,是有机会的 所以你跟别人分析吸纳去买OK,但是港交数要往 500元楼上,600元那些位置 我都觉得应该没有机会的 就是说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 很多中概股会回流 但问题中概股的受欢迎程度 都大不愿计 现在黑点都会打了折扣 但是你这些位置分析收集的时候 上到400元那些位置开始坐货就会比较舒服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这些是适合长线部署 短抄本来不建议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上落 我觉得无论做买入也好 或者你去沽它也好 沽空也好 值非值博率都不会特别吸引 我们其实是期望市况的波幅慢慢收集 所以如果你是想分注吸纳的话 又做到分散投资的话 腾讯港交所两只都是比较安全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你做不做到就是分散投资再加分注吸纳 因为涉及本比较多 你做长线投资这一刻 我们抱着是什么呢 其实就不是说跌到很低 股值很吸引一定没事的 純粹心想就是 如果你有本 你可以靠本多中性的那些方法 不断地分注 扣货等等 这些位置开始去撑的时候 有机会撑得赢 但是问题你如果突然一口气冲进去的时候 你只是说简单一点 今年月中那些低位的时候 杀伤力已经大了 所以你说这些位置的时候 分清楚自己中线还是短线 讲真实的中长线 起码讲一年以上 甚至三五七年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要收集这些做长线部署真的有得想 但是以分注吸纳形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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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ف